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4月26日 祖祭盼胜沙索罗 周二凌晨,一甲继续进行 其中祖云达斯将会军挑战沙索罗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祖云达斯目前仍要未争四 甚至是争冠而战 至于沙索罗现阶段,已经无欲无求 双方战役大不相同 强分心切的祖云达斯精仗值得看高一线 前33轮一甲战霸 沙索罗路德12胜10,和11副战绩 以46分暂时排在联赛中游位置 既无争冠的机会 也没有降班的风险 对他们来说现在正好可以用来演练战术 以及尝试新阵型 进攻方面,沙索罗在前十球队中可以排到前列位置 由杜文尼高、贝拉迪和基安路卡、施卡迈卡领衔的进攻端 目前已经攻入58球 军场入球数为1.76个 最近一次与阻击交战 尽管哈美特、泰奥利在落后不久帮助球队追和比数 但沙索罗在比赛结束前依然无法抵挡对方的攻势 最终以1比2输波,因此也无缘晋级意大利卑准决赛 至今,沙索罗在过去十次与祖云达斯的交手中占尽下风 期间录得1胜2和7负的战绩 近5次主赢祖云达斯 更是落得1和4负的糟糕战绩 因此今仗他们在心理层面上亦不是占优的一方 是一沙索罗不宜过分高估 除了开局阶段显得较为吃力 祖云达斯经济一甲的整体表现算得上可圈可点 截至目前球队以18胜9和6负战绩 击63分赞区联赛前列 还有争冠机会的他们在胜余五轮联赛当中将分分必争 从近7表现来看 祖云达斯状态可谓不俗 近7轮联赛他们录得5胜1和1负战绩 其中也只是输给了争冠分子国际米兰 东窗加盟的杜欣 华和欲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 近7轮一甲他总共攻入5球 是郑重一甲入球第三多的球员 上仗一大力杯 凭借费特利高 贝拿迪斯制和丹尼路 雷斯的入球 祖季立刻费轮天拿 同时闯进了意大利杯决赛 这必然令全队上下士气大增 值得一提的是 今季祖云达斯做客胜率也接近6成 上一次做客书播也远在去年10月底 有抢分任务在身的祖季 此番势必希望带回3分 阵容方面中场文努尔 卢卡迪利和前锋费特利高 既艾莎等人因伤缺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